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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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教學影片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會滿有興趣的 那其實就是 如何使用GoPro拍攝縮時影片 OK 其實Hero 4推出了之後 有一個很小小的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直接得到一支縮時影片 所以就不用再拍攝很多張照片 然後再後製 但是今天我們不會講這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那個很複雜 需要拍攝很多張照片 然後再後製呢 所得到的縮時影片 OK 那大家在拍攝縮時影片的時候呢 其實只有一個設定值 需要注意 那個設定值呢 就是拍攝間距 所以拍攝間距到底是什麼意思 拍攝間距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每隔多長的時間 要拍一張照片 所以其實呢 每一種拍攝間距都有它適合的拍攝主題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說 什麼樣的拍攝間距適合什麼樣的拍攝主題 OK 那GoPro呢 它有七種拍攝間距可以選 有0.5秒 1秒 2秒 5秒 10秒 30秒 還有60秒 OK 那我們簡單的把它分了三個組別 然後這三個組別有它適合的拍攝主題 OK 第一個組別 就是0.5秒 1秒 跟2秒 這三個拍攝間距呢 它們適合拍攝高動態的主題 然後高動態的主題到底是什麼 類似像假設我駕在車子裡面啊 然後拍攝我整個行徑的車程 然後經過的那些路段 所以拍攝整個車子在移動的時候的外面的那個景物的流動 然後還有像是人潮或車潮的流動 然後最後像是雲 但是雲呢要非常快速在飄的那種雲 不是那種正常在慢慢飄的 所以要非常快速的雲才算是高動態 才適合這三種拍攝間距 OK 接下來是5秒跟10秒 它們適合比較中等動態的主題 那中等動態呢可能像是日出啊日落都算是 然後我們正常的雲朵啊 就適合中等動態 就適合這兩個拍攝間距 最後30秒跟60秒 30秒跟60秒呢 它們適合非常低動態的拍攝主題 像是印製的移動 或者是植物的整個生長 那植物的生長 像也知道我們需要加一些可能外接式電源才拍得成功 OK 所以30秒跟60秒適合非常低動態的主題 OK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什麼樣的拍攝間距適合什麼樣的拍攝主題了 接下來大家應該會很好奇說 那我這樣子到底要拍多久 才可以 才算足夠 其實呢 我們稍微整理了一下 兩個公式呢 可以讓大家 就是可以算出來說 喔 我們需要拍多長 那第一個呢 我們需要先決定說 喔 我們需要多少長度的一支縮時影片 然後它的單位啊 我們的計算單位呢 是秒 所以當你決定好後 我們再乘上30 為什麼要乘30 30其實是我們所有播放平台的正常的播放速率 也就是30fps 所以我們決定了 我們拍攝的影片 我們需要的影片的長度 乘上30之後呢 我們會得到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就是說 我們要拍攝的總共的照片的張數 接下來呢 我們得到這個數字後 這個數字呢 總共拍攝照片的張數呢 在乘上你使用的拍攝間距的秒數 我們就會得到說 我們總共 需要拍多久 OK 聽起來可能會有一點複雜 但是沒關係 如果大家還是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我們在影片的詳細敘述的地方呢 提供一個連結 就是給你們下載一個PDF檔案 然後就是詳細介紹這兩個拍攝 這兩個小公司 OK 那基本上呢 這就是我們對說實影片呢 怎麼拍攝的一個教學 那希望這對大家在拍攝的說實影片呢 會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如果真的有幫助 或你們喜歡這支教學影片的話 可以給它一個讚 那如果不想要錯過我們之後的教學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 那我們的左邊呢 是我們的上一支的教學影片 那我們的右邊 是我們的 GoPro拍了一些小短片 如果有興趣 也都可以點過去看看 最後 如果你們對GoPro有任何問題啊 或者對我們的教學影片啊 這支啊 不管是這支 或未來的 的想法 都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做留言 然後都盡快去看 然後回覆 OK 嗯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所以 拜拜